给他一个穿越回过去打牌的机会 他敢一个人单挑三个时代的硬卡机器 给他一个无需祭品 就能直接召唤满星怪兽的罪卡组 他敢以四千生命值轮番对决三大决斗王 什么黑魔导师徒 什么万物皆可容 连未来怪兽都不放过的新玉霞 什么攻击力高达一万的新陈龙 他都敢正面迎上绝不逃避 他就是人称悖论书的帕拉多克斯 要说最强boss是谁会有真面 但要说谁是最勇最投铁的反派 帕拉多克斯绝对当之无愧 就连二代游戏王游城时代都兴奋地表示 自己要感谢贝论书将他们三个聚在一起 因为他有生以来从未打过如此富裕的牌局 这天游星和两位队友在高速上骑摩托打牌 一个突然乱入的男人拿出一张白板 好像是要现场找卡面素材 于是直接抽走了游谢的新陈龙 顺便将谢哥所在的世界搞得接近崩溃 不过好在谢哥这一步的人全都是靠谱队友 游谢根据邱杰等人找来的过去报纸 判断出了贝论书的位置 于是在红龙的引领下 游谢踏上了就算穿越时空也要打牌的旅程 与此同时 另一片时空的时代靓仔正在跑酷 身后追杀她的是电子终极龙与究极宝玉兽神红龙 一番激战下来 时代进入到了战损模式 千军一发之际游谢及时赶到下退了贝论书 事后时代通过万丈木家族的信息谷 找到了贝论书的下一个目标 那就是打牌的万恶之源贝卡斯 碰巧小表和鸡匠也来广场凑润了 于是在贝论书的几大满星龙的轰炸下 不光贝卡斯被搞掉 就连鸡匠也被波及 绝望之时红龙再次出现 带着悲伤欲绝的小表穿越回半个小时之前 至此三大决斗王道奇 时代拜托贝解清空广场上的人 给贝论书和他们腾出一个打牌的场地 咱说贝论书的头是真铁啊 明知这仨人都是女部 贝论书却还要上演一阴战三部 理由是来自未来的他亲身经历了 未来世界会因打牌而毁灭的事件 于是作为幸存者之一的他这才穿越回过去 想要直接搞掉打牌的根源贝卡斯 三大决斗王听后分别嘴炮 忠心思想是要阻止贝论书 说白了就是为打牌找个崇高的理由 贝论书展开未来的决斗牌 升至半空迎战三大决斗王 三人中牌引最大的时代率先应战 重视羁绊胜剩余一切的游蟹唤醒红龙的力量 字牙咧嘴想要说点什么的小表辈王样顶号 至此排局搞起 贝论书一个人4000生命值 三大赖皮共用4000生命值 回合是双方轮换乍一看很公平 但贝论书你可是5张手牌打人家15张手牌的呀 贝论书发动环境魔法罪事件 属于是最卡组的核心卡了 效果只要此卡在场玩家就不会再准备阶段抽卡 取而代之的是随机将卡组中的最怪兽加入手牌 贝论书将卡组中的电子终极龙送入目的 直接召唤出压迫感十足的最电子终极龙 游蟹分析的没错 这就是最卡组的特效 通过将普通怪兽送入目的特殊召唤最怪兽 由于先攻回合玩家不能攻击 贝论书选择覆盖一张卡结束回合 作为新生代的主角游蟹想要在前辈们的面前证明自己 请求前辈们将第一回合让你打 不过其实蟹哥你也不用说那么多 等你后面知道这哥俩是什么手牌 你就会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飞那么多的唾沫星子 造型优质的蟹哥抽到极有魔法卡希望的转身 从手牌中将两张卡送入目的 在回合后选择卡组中的一张卡加入手牌 游蟹召唤废品同调式 怪兽效果当召唤成功后 可以复活目的中等级二以下的一只怪兽 游蟹复活名为比丘兽的转角 接着发动目的中螺丝钉刺猬的怪兽效果 当场上由表测掉新怪兽时将自身特殊召唤回场 这下等级一等级二等级三的三只怪兽齐聚 游蟹要让废品同调式调薪另外两只怪兽 已经做过打牌摩托的时代见怪不怪 果断给游蟹竖起大拇指 不善言辞的游蟹无视时代 覆盖两张卡结束回合 悖论书表示初始回合就进行同调确实很精彩 但失去了星辰龙的游蟹无法战胜它 悖论书的回合 将卡组中的神红龙送入目的 特殊召唤罪神红龙 好家伙 全是满星级别的龙族啊 悖论书对醉神红龙下达攻击之力 3D的画风看起来确实不错 可惜游蟹这只仅出场一次的怪兽有怪兽效果 可以将对方的怪兽转换成守备表示 悖论书不屑咧嘴 一看就是心态不好的那种牌了 此刻醉电子中吉隆口图永恒进化暴力 正面击中并打毁了废品守卫者 游蟹被战斗伤害轰飞了201 生命值降到了2600 站起身的游蟹要发动守卫者的怪兽效果 将罪电子中吉隆也改为守卫表示 同时翻开陷阱卡奇迹的残障 复活这回合被破坏的废品守卫者 解释完效果的游蟹向两人道歉 王样和时代安慰游蟹别放在心上 一回合面对两只四千弓的怪兽已经算做得很好 王样口述心灵鸡汤 给螃蟹和水母打了一针管子鸡血 悖论书覆盖一张卡结束回合 时代大喊让悖论书看好英雄卡组的力量 时代发动魔法卡融合 也不管这个时代有没有那只融合怪兽 反正就是要将心语霞和废品守卫者作为素材 融合召唤跨越了时代的怪兽元素英雄之心语骑士 怪兽效果上升心语骑士与心语霞融合怪兽一半的攻击数值 此刻心语骑士瞄准了电子中吉隆 可能就连心语霞也期待这一刀吧 毕竟他从未和那个时代最强的龙发生战斗 只见在心语骑士战胜了电子中吉隆后 时代表示心语骑士可以再一回合攻击两次 于是心语骑士可谓是一刀砍了两只龙族的荣光 尤贝尔赞扬时代不愧是时代 好像听见灵魂说话的悖论书让时代不要嚣张 因为他要翻开陷阱卡最调整 根据其效果抽出两张手牌 时代覆盖剩余的全部手牌结束本次回合 王阳称赞时代是破天荒的决斗者 知道是商业互吹的时代反夸王阳靠谱 唯有身处中间不太爱说话的游蟹感到头皮炸裂 为什么两人面对如此强敌 竟还能游刃有余的享受大牌 悖论书进入自己的回合 放话要在这回合结果的场上有着五张盖牌的三人 只见悖论书舍弃星辰龙 召唤出最星辰龙 好家伙不愧是星驾 不是在被牛头人就是在被牛头人的路上 还有星驾除了能当流星龙和流天类星龙的素材以外也没多强吧 悖论书召唤最平行齿轮 将平行齿轮与星辰龙进行同调 悖论书同调召唤最矛盾龙 怪兽效果无视召唤条件复活目的中的同条怪兽 悖论书反复戏耍星辰龙 把游戏看的那就一个心痛 悖论书表示被召唤出来的星辰龙的攻击力数值 要下降星与骑士同数值的攻击力 自信爆棚的悖论书表示身经百战的三位决斗王可以安息了 只见最矛盾龙口土一发年谈 悖论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挡下他 时代就翻开陷阱卡英雄避掌 效果当场上有元素英雄在场时无效一次攻击 心态不咋低的悖论书直呼耍小聪明 翻开陷阱卡最着流 效果当场上有罪怪兽存在时 破坏对方场上的一只怪兽 失去星与骑士的时代反手意志 翻开陷阱卡元素幻想 将被破坏的元素英雄召唤回场 此刻王样的气势逐渐升起 知道对面那个木乃伊想要结束他回合的悖论书表示 根据最矛盾龙的怪兽效果 可以一直下降对方怪兽的攻击力 说吧悖论书才覆盖两张卡结束回合 游泻提醒王样卡的效果到 王样根据希望转生的效果将黑魔导拿到手牌 同时发动魔法卡古之规则 从手牌中特殊召唤一只五星以上的怪兽 出来吧 王样最忠实的仆人黑魔导师将 悖论书表示矛盾龙专制花里胡哨 啥怪兽来了也得下降攻击 不受干扰的王样发动魔法卡师徒的羁绊 将黑魔导女孩特殊召唤上场 接着王样继续发动魔法卡奇迹的魔术门 效果当自己场上有两只魔法师存在时 即可将对方的怪兽变为守备表示并获得控制权 着急的悖论书翻开陷阱卡最致力 保护装备怪兽不受对方的魔法影响 这样最矛盾龙就无法被夺走了 王样一脸笑意地表示 王的目标本来也不是他 只见游泻的星架就这样被王样轻松抢了回来 同时由于悖论书场上的星辰龙消失 最矛盾龙下降攻击的效果也会消失 即所有反派的自信于一身的悖论书稳如老狗 反正4000攻击力的矛盾龙不怕任何怪兽 王样四次发动魔法卡黑魔岛双弹 好家伙 他和时代是一手的魔法陷阱卡呀 效果让黑魔岛上升同黑魔岛女孩的攻击数值 咱说王样当时要有这张卡也不至于输给小表吧 最矛盾龙被黑魔岛试图击败 悖论书的生命值下降500点 就在王样让悖论书认输放弃时 悖论书嘲讽几人已经犯了致命的错误 翻开并发动陷阱卡罪的范式转 效果当最矛盾龙被破坏时减半自身生命值 顺便致敬一下炎翼的祖师爷玛丽克导师 根据其强悍的陷阱效果 将玩家与灌兽融合在一起 特殊召唤攻击力高达5000的最真实龙 王样感觉不妙 连忙盖章白板结束回合 轮到悖论书 发动魔法卡最选择 将最平行齿轮和最电子中级龙除外 从卡组中抽出两张卡 舍弃青眼白龙和真红眼黑龙 特殊召唤最真红眼黑龙 与最轻眼白龙 此刻真红眼黑红龙口吐黑炎蛋 眼看魔导女孩就要遭备识 悖论书还雪上加霜的表示 最真实龙在破坏怪兽时 还能炸掉对方全场怪兽 绝境之际由城时代战了出来 发动速攻魔法融合解除 让星宇骑士变成两只怪兽 游泻趁机发动废瓶守卫者的怪兽效果 将真红眼黑龙的攻击变为守备表示 然而最轻眼白龙却还没有发起攻击 黑魔导师将被速递破坏 最真实龙的怪兽效果发动 即将破坏三大决斗王场上的全部怪兽 幸好游泻的2500星辰龙不是白板 怪兽效果献祭自己无效并破坏卡的效果 好家伙 没想到悖论书要被自己的怪兽搞掉了 眼看最真实龙的效果被反弹 悖论书编辑真实龙的二重效果 除外目的中的最神红龙无效对怪兽的破坏 接着最真实龙还要发起攻击 这次遭殃的是新雨霞 连带着魔导女孩废评守卫者被全灭 同时每破坏一只怪兽还能给予玩家800伤害 至此三大决斗王同时所写 悖论书成胜追击 打出速攻魔法最交叉 在战斗阶段复活最新成龙 此时没有保命盖卡的游蟹确实陷入绝望 但一旁满级的时代 和战斗经验丰富的王样却并没有 站起身的时代翻开速攻魔法 呼唤粒子球的笛子 效果将粒子球或者羽翼粒子球加入手牌 时代明明自己有 但却让王样凭空硬卡 发动粒子球的怪兽效果 无效本次对玩家的战斗伤害 没有想到多重攻击被挡下的悖论书心态爆炸 王样表示最交叉的效果只能持续到回合结束 根据新成龙的怪兽效果 自己会在回合结束后复活回场 祖师爷王样嘴炮心灵鸡汤给游蟹打起 在你的时代还有相信着你 等着你回去的伙伴吧 时代表示前辈我那里没有啊 你们那里的靠谱对有很多吗 游蟹翻开藏了三回合的陷阱卡星辰幻想 复活他们上回合被破坏的全部怪兽 一瞬间铺满几方的全场 时代翻开现映的陷阱卡星雨螺旋之力 翻倍星成龙的一倍攻击力 与此同时 王样也翻开同样的卡黑魔倒螺旋之力 咱说这张卡你们让悖论书咋想了 效果一模一样 将星成龙的攻击力翻倍到一万点 看来悖论书还是读书少了 王样当年连无限大都搞死好几个了 时代没有星雨霞的时候 都能搞出几万攻击力的怪兽对护 随着最真实龙被破坏 最世界烟消云散 三大决斗王沐浴着夕阳享受胜利 至此三代决斗王也是游戏王最成功的三大军军 再次结下了深深的羁绊